画面上不太七眼的这个东西叫做鼻气 别看它的样子长得不漂亮却是大有作为 生吃的时候是水果 做熟了时是一味良药 本期四季养生堂我们就来说说鼻气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全身都是宝的荷花 今天我们再介绍一个与荷花类似的水生植物 它叫鼻气 有的地方管它叫马蹄 鼻气的皮色偏紫黑 但是它里面的肉色是洁白的 而且味道鲜美多汁 清脆可口 自古就有人称之为地下雪梨 北方人还称它为南方的人参 鼻气既可以作为水果又可以作为蔬菜来使用 是我们大众喜欢的时令食品 而我们中医也把它当为中药来用 现代科学认为在鼻气里面 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是跟其他食物相比 它含量最高 它能够促进人的生长发育 维持一定的生理功能 特别是对骨骼和牙齿的发育有很大的好处 中医认为鼻气是一个非常好的清热生经 和非常好的凉血解毒通便的药物 同时它还能够帮助胃肠的消化 是消除消食除胀的良药 为什么这么说在古代鼻气是作为一种清热解毒药来用 特别是针对那些古代服用了矿物药 也就是古代那种兴奋剂 而在现代我们用鼻气来解人种的那种酒毒 很多人嗜酒如命 喝完酒以后 它半夜起来就会出现干渴 嗓子一样跟在火上烤的一样 打呼噜跟打雷一样 这其实就是一个种一个是热再加上一个痰堵在气道里面 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不建议它半夜起来去喝什么凉茶或者是冷水 我们给它准备好鲜的这种鼻气 先把它的表皮削好了 然后让它在咳的时候咳醒以后去嚼 这时候这种鼻气汁既能解它的酒毒又能保护它的胃黏膜 我现在用鼻气来治疗一些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人 这些人胃黏膜出现了一种肠上皮样的化生 也就是消化液或者胆质反流 把自己的胃黏膜慢慢给消化掉了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人会出现积而不预食的症状 就是说胃肠空了 但是还不想吃东西 渴而不预饮 嘴里很干很渴 但是又不想喝水 这些人稍微吃点东西就会出现饱障 饱满称障 还有人会出现一种相关的精神心理的症状 比如说入睡困难早醒 还有人会出现一种焦虑焦躁 还有人会有一些悲观厌世的情绪 治疗这种病 一般用的药物我们用麦冬天冬或者沙身 还有黄金和玉卒 但是这些药物和这些药物相比 最好的就是用鼻气 我们一般建议不要给它生的 给它煮熟的鼻气 让它慢慢吃 吃了以后把渣子吐出来 这样的话 慢慢会让它的胃粘膜逐渐的变厚 变得恢复正常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人 发展到后期会出现早期胃癌或者食道癌 这些症状 即便到了这个田地 我们还是建议它去吃这种鼻气 用鲜的或者是煮熟的 因为在古代一级中 记载鼻气的功效就能消磨肿瘤 所以古代留下一个方子 就是专门治疗食道癌的 就是用鼻气 脸皮煮熟了 然后把皮削掉 每天吃 每天吃 对于那些突然出现了咽喉肿 特别是那种由于食吃的东西 过多导致上火导致的咽喉肿 我们用鲜鼻气搅滞让它去喝 另外我们做菜也经常离不开鼻气 比如说做馄饨的时候 在肉馅里面可以拌一点鼻气沫 做那种南方名菜 狮子头的时候也会放一点鼻气进去 这样吃起肉来鲜嫩带脆 年中有甜 而且口感非常好 同时也能够非常有助于肉食的消化 需要注意一点 大家吃鼻气的时候最好蒸熟煮熟 生吃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洗干净 把皮削掉 好了 有关鼻气的话题 今天就说到这 下期再见